应该说中国民用航空制造 最大的一个瓶颈 应该已经突破了 因为以前中国造了大量的军用飞机 民用大型飞机 并没有自己走完完整的一个产业链 在2006年到2020年的 中国国家科技规划中间 大型飞机是一个重大专项 我也参加了这个重大专项的论证 当时我们认为 如果中国完成C919的研制 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三家 能够造民用大型飞机的国家之一 就是波音 空客 AB的这个核加上中国C 这样的话就是三足鼎立 由天下两分变成三足鼎立 这一点意义非常大 我们看到机舱们已经打开了 首先出现的像我们招手的 就是机长蔡骏 如果要给今天的首飞打分的话 您打多少分 谦虚一点 99分 好 非常感谢 祝贺成功 祝贺成功 当然这个C919的民用科技 它跟欧美的体系都一样 它是采取这种主供应商制造 然后管理的这种方式 并不是每个零部件都由中国造 而是在全球制造 由中国设计 全球制造 用这种方式来办法 就是中国可以再 以这种实业来立国 和平时期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这样的发展 如果遇到战时的时候 我们就不畏惧任何的封锁 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伊朗 它是没有航空制造能力的 那么在跟美国进行对抗的这些年龄 它的民用飞机几乎全部都爬过了 没有零部件 导致它的飞行事故非常的高 这个没有办法进行民用航空的这种运营 这就说明如果你在关键技术上 受制于人的话 那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间 你会出在这种不利的地位 我们进行论证的时候 论证了九个月 其中有一个能够说服专家 和有关部门的 就是有一个算法 就是一行飞机 如果想达到盈亏平衡点 要400架飞机 那么我们在我们论证的时候 反对20年时间 大概有2400架的需求 因此我们只要有6架飞机中间 有一架由中国购买中国自己产的 它在产业上就能够获得成功 商业上就能获得成功 这种条件只有少数的国家能够达到 而这些国家才能够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 46度 13米 温度4度 好 明白了 航空和航天不是很相似 航空的难点 在于千万次的重复 它要达到安全 而航天往往是一次性的 先发展航天 后发展航空上 就先发导弹 后坐飞机 这是前学生当时提出的一种建议 现在看起来这个建议是非常的聪明的 这样子避开了我们原来工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也能够把高科技做起来 到了现在我们在航空航天方面都有长足的这种进步 航天对于老百姓带来最大的这种好处 能够看得着的 就跟我们的手机的普及 GPS就是以前我们只能用这个GPS 现在它可以大量的使用这种北斗 广域的这种感知和通信 这是可能普通百姓更容易感受到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航天科技 有非常多的这种溢出的科技 比如其中有一条 在完全密闭的环境下 使用的一些这种油漆 它是无污染的 这些东西除了在航天环境里面用 应该在民用也能够用 只不过这些 在演磨在大量的民用技术中间 不为人所知而已 但是它对于整体国家的科技 包括人民的这种生活的改善 进步促进来讲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航空放动机是我们的一个薄热环节 航空放动机应该说是叫做工业之花 它是最难做成的 以前航空发动机跟飞机是放在一块研制的 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周期比飞机时间要长 因此常常是等到型号飞机完成了以后 发动机没完成 它有的就停下来了 所以老一个周期走不完 这个是在设计安排上的存在的问题 那么根据这种防护发动机科研的特点 中国去年就成立了商业航空发动机公司 独立运行 那么在这个独立运行就有一个好处 它是以发动机为最终产品的 所以你必须把发动机给造出来 也可以集全国所有有关发动机研究的 这个研究机构 大学和企业合力来做这件事 而以前分在各个飞机的主机场 这样容易分散力量 所以我相信通过这种集中的这种公关 组织上的设计 中国航空发动机应该会取得 这个更大的突破 目前来讲中国实际上已经造了 大量的中国军用飞机的航空发动机 航空的复杂性集成度 要比像这种汽车工业要更复杂 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民用航空飞机给造出来 军用飞机造出来 就意味着中国在制造业方面 不但是一个大国 而且是一个强国 中国所应该做的 是把周边区域自己的事给办好 能够三分天下有其一 把自己的事办好 把发展快速发展 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分成 所谓两极分化 城乡差距 等种这些问题都解决好的话 你在未来的世界上 地位就是巩固的 我觉得中国无往不胜